内蒙古京县千年无名古师 当专家扒开少女衣物时 惊讶地发现少女腹中 充满了无数斑斑点点 专家看后大骂禽兽不如 而在封存千年的棺谷中 到处充满了水银 那么牧主人为何年纪轻轻就离奇死亡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令人震惊的是 牧主人在下葬的时候 竟然佩戴着凤鸟皇冠 这在古代可是皇室家族才能拥有的权威 而牧主人的牧室却又十分简陋 甚至可以说跟牧主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 而在陪葬品当中 五个戒指和一副金手镯紧紧依围在少女身边 为何少女死后要拿用金箍紧紧锁住 作为葬品陪葬 这是怎么一段封存千年历史 古墓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奥秘 保持你的好奇心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内蒙古土耳基山采矿区 随着工人点燃引线 一声巨响 把原本陡峭的掩体炸得粉碎 出现在工人眼前的并不是想要的矿石 而是巨大石门 石门左侧的岩壁上 明显看出这些石块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有人特意的累在那里 在石壁上还发现许多像文字一般的图案 考古专家接到消息立马赶到现场 经过挖掘观察发现 这是一座古墓 而且年代久远 巨大石门轰然倒下 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琳琅满目的金器 最为显眼的就是墓主人头戴金箍下葬 那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佩戴金箍下葬呢 在遥远的契丹国王当中 那里流行头戴面具下葬 即使最平凡的人 也要佩戴铁面具下葬 而佩戴金箍一定是有尊贵身份 难道说考古专家是挖到了契丹皇室墓葬 就在工作人员对尸体衣服分离时 发现墓主人一副项链 黄金宝石在灯光下 发出耀眼的亮光 随后又在墓主人身上找到了黄金手镯 和五枚戒指 从陪葬品的豪华和奢侈程度来看 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一定是当时的皇亲国妻 内蒙古京县千年无名古师 当专家扒开少女衣物时 惊讶地发现少女腹中 充满了无数斑斑点点 专家看后大骂禽兽不如 而在封存千年的棺果中 到处充满了水银 那么墓主人为何年纪轻轻就离奇死亡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个身份不寻常的契丹女人 生前拥有一般人无法比拟的财富和特权 死后却窝居在如此寒酸简陋的墓室当中 这当中又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是被害死亡 又被仓促埋葬 当考古专家打开棺果的时候 原本在X光照射下的 那些斑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难道说那些物质还隐藏在棺果的神秘位置 通过专家对女尸的进一步分析 他大胆的推测 女尸会不会是最早的公主 也就是说是辽国最早期公主 就是辽太祖的小女儿 因为在历史记载中 辽太祖是有一个小女儿 而且这个女儿也是因病去世的 为了证明女子是皇室成员 考古专家特意拿出从另一个皇室成员的精气做对比 就算这样 正当考古专家还在做精气对比分析 而另一边又传来令人兴奋的事情 一件丝织品的出现 打乱了所有人的阵脚 用纯金编织的衣服出现在众人眼前 为了衣服的完整性 专家做出决定 先将牧主人的骨头一根根抽出 让人惊讶的是牧主人全身的骨头和头盖骨一样 呈现乌黑中毒性骨质 而历史书上说记载的辽太祖公主 并不是中毒身亡 如果说牧主人是中毒离世的话 那就说明跟辽太祖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牧主人到底是谁 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 在古代只要公主出嫁到另一个皇室家族 那么在死后必定是要葬入整个家族的牧群中 甚至不允许独牧独葬 要跟她的丈夫合葬一个墓穴 内蒙古京县千年无名古师 当专家扒开少女衣物时 惊讶地发现少女腹中充满了无数斑斑点点 专家看后大骂禽兽不如 而在封存千年的棺谷中 到处充满了水银 那么牧主人为何年纪轻轻就离奇死亡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正当考古队剥离了修满金丝的衣服时 惊讶地发现女士贴身衣服上 有一颗颗带有荧光的小亮珠 于是小心翼翼地揭开女士的衣领 顺着领口往下看去 不得了 怎么在衣服下面是一层水银 要知道水银可是一种剧毒 在服用后立马会让人窒息 而水银也是一种防腐材料 那么女士身上的水银 到底是作为防腐材料呢 还是女士生前服用的呢 这给考古专家带来了疑问 当然出现了水银 也就验证了为什么女士的尸骨 会变黑的原因了 要知道 在秦始皇的墓穴中 曾经是将大量水银作为防腐材料 它们出现的位置大部分是在泥土里 而墓主人发现水银的位置 却是在墓主人体内 这也说明墓主人是生前中毒身亡 为了找到直接证据证明 女士体内的水银含量 专家立马对女士的骨质进行测试 墓主人骨头和头发样本中的水银含量完全超标 但就算如此 也无法判定墓主人是吞服了水银中毒身亡 而不是被水银挥发导致的 为了证明这墓主人公主的身份 专家决定将骨头做进一步分析 一节锥骨在显微镜的放大下 可以看出死者是患有腰椎疾病 而且骨质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 可以说在一千多年前 女性在患有腰椎疾病的情况下死亡 也就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墓主人似乎更接近 辽太祖公主的身份 至于为何要独自埋葬在简陋的石缝中 这也给考古专家提出新的疑问 死者的身份依然扑朔迷离 这个从一千多年走来的契丹女人 始终用沉默来掩饰当今人们的询问 那么你认为这个契丹女尸的身份 到底是辽国公主呢 还是另有其人